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一直安静 闲适地活着 尽管头顶着王室光环 但爱德华王子一家四口 很少会成为聚光灯和媒体追逐的焦点 据英媒报道 路易斯和他的弟弟詹姆斯·塞文子爵 一直在爱德华王子和索菲的抚养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索菲也曾透露 我们试图让他们明白 他们很可能得为了生计而工作 因此 我们决定不使用HRH头衔 尽管他们已经拥有 可以从18岁起决定是否使用 但他们使用的可能性很小 他们读普通的学校 会去朋友家过夜或参加派对 在周末 我们经常遛狗或和朋友待在一起 并不是每个人的祖父母都住在城堡里 你去哪里或他们是谁不重要 当他们和女王在一起时 他只是他们的祖母 然而 随着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出走 安德鲁王子因卷入爱波斯坦性丑闻 而不得不卸任王室高级成员 因王室面临着严重的人手不足问题 在这样一个清皇不揭 周多僧少的情况下 爱德华王子和索菲不得不临危受命 强势补卫 由王室专家分析 爱德华王子和索菲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英王室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而今年11月即将满18岁的路易斯 也将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英国王室评论员理查德·菲茨·威廉姆斯 在接受快报采访时 表示 路易斯女爵一直保持着迷人而低调的姿态 据我们所知 他和他祖父菲利普亲王 分享了同样的爱好 驾马车 现在在职的王室成员越来越少 待到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担任高级王室成员前 还要经历一段不短的时期 未来的几年里 路易斯可能得帮着分担一部分慈善事业 也会需要出席一些王室外事活动 事实上 如果安德卢王子没被辞退的话 在苏塞克斯夫妇出走后 补卫的很可能是他的两个女儿 毕翠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 当时有很多媒体评论员预测 在哈里和梅根退出后 他们的工作很可能会由尤金妮公主和毕翠斯公主两姐妹来接任 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德卢王子本人的意愿 约克公爵一直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能担任王室高级成员 还为此与查尔斯王子闹得相当不愉快 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毕翠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的继承顺位比较靠前 然而因为声名狼藉的名声和因为爱波斯坦案 把英王室陷入丑闻的漩涡 安德卢王子彻底把女王和查尔斯王子激怒 尽管他是女王最喜欢的儿子 然而女王也不得不顺应名义 自那以后 安德卢一家彻底被边缘化 顺势而上的威塞克斯伯爵夫妇则从容上位 尤其在去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 女王最喜欢的小儿媳妇索妃 更是因为平易近人 敬恳低调 获得英国国民的高度赞扬 随着父母在英王室地位的攀升 想来路易斯再想低调也难了 在今年的皇家温莎马展上 这个快18岁的小姑娘狠狠抢了一把风头 当路易斯英姿萨爽的驾着 曾属于祖父菲利普亲王的四轮马车 进入人们的视线时 还真是惊艳了不少人 据索菲透露 路易斯会继续她的学业 申请想读的大学 18岁的花季少女 未来有无数的可能在等着她 接下来是自讨苦吃 哈里拒绝同伊丽莎白女王改善关系 直言不要管我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再一次被哈里拒之门外 她在哈里参加完戴妃纪念仪式第二天 便回到了伦敦 不过哈里并没有打算让伊丽莎白见见自己 她急匆匆地离开 就像是唯恐等到伊丽莎白女王接见自己一般 这位前王子一方面喊着要改善同王室的关系 但是却不理会王室释放出的善意 伊丽莎白女王曾经派人去和哈里夫妇沟通 这原本是哈里和祖母沟通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但是最终哈里直接向特使表示不要管自己 这也让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愤怒 威廉等人之所以如此对待哈里 也同她自身的态度息息相关 哈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 亲情并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王牌 哈里只是想要借助亲情来炒作自己 在她看来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廉如何表现都无所谓 或者说她还希望英国王室可以对自己更加绝情一些 这样自己和梅根就可以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释放出的善意 哈里从来都不理会 此前伊丽莎白女王还会认为 梅根的那些言论只是梅根自己的看法 如今看来哈里即便不会亲口说出来 但是她对这些看法也是认可的 伊丽莎白女王对哈里的态度在王室之中可以说是最好的了 查尔斯王子亲口堵住了哈里子女回归王室的道路 同时也切断了对哈里的经济援助 威廉则是铁了心让哈里在这一次回归的时候丢人一次 对于哈里来说 只有伊丽莎白女王在她困难的时候生出了橄榄枝 她邀请哈里和梅根回到英国 参加她的继位纪念日活动 而她也一直想要看看哈里的子女 不过哈里并没有如愿 哪怕等一下伊丽莎白女王 让后者看一下曾经最爱的孙子 这个愿望哈里也没有让其实现 哈里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好 她也一直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在最初 就不愿意让梅根进入到英国王室之中 所以当伊丽莎白女王的特使去规劝她的时候 哈里甚至不顾王室亲情 直接指责王室不要干涉自己的自由 在她看来 英国王室更应该成为一个只为其提供金钱 而不要指手画脚的存在 对于哈里 伊丽莎白一直想要让其回头 只可惜哈里已经不是那个她最喜欢的孙子了 而是成为了梅根的傀儡 哈里这一次等于是亲手断送了自己回到王室的大门 如果说此前王室只是在讨论 哈里要不要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庆祝仪式上 一同上阳台 如今来看完全没有必要 哈里独自回到英国尚且如此 我们无法相信彼时梅根一同回归英国 英国王室会紧张到什么样子 梅根最为喜欢就是如今的样子 她不需要英国王室 只需要足够的热度就可以了 如今的哈里俨然得到了梅根的真传 她知道如果自己和王室和解 那么一切的热度都会给到英国王室 只有如此吊着胃口 自己才会有足够多的话题 我会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